見到上個星期也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上個星期五 內地那個爛尾樓事件就繼續發酵 我們一會兒就會詳細去分析 但見到未股有反彈 其實港股今個星期有沒有跟 我覺得未必跟得太多 因為在炒賣的東西真的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現在不是說 有個很肯定環球的經濟前景更樂觀 純粹是說之前市場太過驚 驚加一利 現在說加0.75利 或者衰退的跡象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所以才導致到美股可以夾一夾 特別是美股是兌了很多下來 美股完三月份的跌位都串了 現在你是恆指 短線可能未必會跌很多 美股始終會暈倒 但問題就是剛剛說的 南美樓的問題 一日未解決市場更擔心的情況下 那個影響性 可以跟美國說經濟稅碎的狀況一樣 我們樓市的重要性 可以恨生很多的問題在這裏 所以暫時來說是恆指 其實圖表很容易看的 你在六月份 七月份兩次試過2萬2樓上衝上 突破不到 現在穿了六月中的低位了 2萬078點了這些位置 那就有個商店在這裏 兩多跌幅地算 下回2萬點以下 就算你看圖表上 下回2萬點以下 問題也不大 所以這段時間 你就會聽到很多說 不同的報告 或者很多大型 即是專業投資者上面說 現在是投資H股 B股有好時間 其實是的 你在第二季 整體而言 今年2022年上 整體表現上不算差 原因是因為那些商量多 但如果你看到很短線 因為那些言論說法 是偏向中長線為主 不只是一個星期 一個月 一個季度所有 所以長線來說 我覺得港股問題不大 經常都說 會有機會二次探底 現在正在出現 你肯不肯去面對 所以我們維持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心在市房上 做一些好倉保存 你真的多錢想做投資 分住及立賣 20,000點留學開始算貨 你落到15,000、16,000點 你都會算得舒服 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起碼 就是以備不時思需 你有這種狀況 但是如果純粹一注過這樣算 你看圖上面 你便面對著圖表 不上20,000、18,000點和平均 短線的trend就向下 甚至你不知到什麼位置 做止竹 剛剛上星期五低位 做止竹 方法版 這就是指數的部署上面 每个人都说要考虑业绩 究竟市场炒不炒这类型股份等等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短线来说 同样地好像外围那样有机会弹的 但是来说摆着弱势 起码税不两万零七百点才算 否则的话 不需要那么心急买它